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爱车都有不同的想法 有一些人很喜欢换新车 可是有一些人对于车的感情 可能认为它不只是一台车 在台湾其实有不少对于车热爱的朋友 喜欢来个老车翻新 而且这些老车虽然说它是老车 可是不见得是所谓的经典的老车 因此在这个老车翻新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哪一些乐趣呢 还有今天我们在棚内要帮大家公开的是 应该可以说在目前汽车史上第一次 我们之前看到的Solio 有一台Solio是非常破破烂烂的 但是在这个老车修复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焕然一新了 我们今天也要同时帮大家公开 它烤漆 还有它这个整个板筋的过程 除了这个之外呢 现场我们也来了一款呢 在Bojo呢 号称是超不坏的一款车 504也来到我们棚内 待会我们也会好好地帮大家介绍 那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聊聊 其实有很多人在玩老车啊 主要是因为他跟自己的个人感情有所连结 也许在他的儿时回忆啦 甚至于他曾经想拥有的车款等等 不过我们称为经典的话 当然每一个人的经典都不一样啊 但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 超不坏的话也算是经典的因素之一 乃哥有没有什么样的车款啊 可以号称所谓的超不坏的经典车呢 其实我们应该从这国外的一些影片上 来看到有些国外的节目 汽车节目来做一些超不坏的车 其实我们在这个图卡上可以看到 其实最具代表性如果比较新的话 像W124 W124其实它是从1985年生产到1995年 大概这一个十年的时间 它总共生产了大概有200万辆的车 所以在宾市的历史中 它是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且它作为一个中型 它的中型豪华房车来说的话 其实它有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E-Class 在W124的时候 1985年的时候 其实它不叫E-Class 我们就是比如说2201 它E是在后面 那什么时候变成E-Class 是从1993年 正好它小改款的时候 才改成我们现在知道的E-Class 所以以前这个叫W124 它为什么卖得好 就是因为那时候它的结构很坚强 5th Gear这一个节目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它首先一开始是拿棒球棒去打它的车身 大家会觉得说去这样去破坏一台车 我们看会很心疼 其实它要凸显的是说 在那个时代 宾市用在车子上面的钢材 是非常坚固的 当时没有所谓的什么会缩区 在讲究那个时代 大家靠的是什么 车身的钢材 它是一台超不坏的车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一个Toyota Hilux 在Top Gear也是用同样方法去整它 但是你知道这台车不一样的例子是 因为到现在已经第八代 对 台湾也引进了 可是它从1968年生产的时候 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因为它兼顾耐用 而且很好维修 所以作为很多中东恐怖分子用车 你知道为了这一件事情 美国还去调查到底是谁卖给他们 这种移动的恐怖分子用专用车 因为车上都给你驾驶的武器 对 所以很有趣 最后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是一个二轮的 这个就是本田的Cup Cup 这一台车我们俗称小郎 这台车是从1958年开始生产 你知道这台车有一个特别的历史定位 当年本田要进美国打市场的时候 是靠这台车奠定了它在美国市场的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只要买到摩托车 在美国只有摇滚歌手 第二个就是飞车党 所以你在家里要跟家里说 我要买一台摩托车 对不起 不可以 但是因为推了这个小郎50cc 对美国人来说他就说 他就是一台16岁可以骑的车 而且他的设计很奇怪 就是说他不用离合器 他不用离合器是用非轮式的离合器 也就代表说你可以用单手操作 左手是不用控制离合器 所以他变成很多女孩子爱骑 小朋友爱骑的车 所以家家户户都有这台车 你知道他遍布全世界总共卖了多少 将近一亿台 所以可以说是我们在印象中 随便找一个人 家里应该都有这台车 在台湾的话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养乐多阿姨 在日本的话 它就是日本油物车的标准用车 是不是也是送桥麦面可以用的 没错 对 所以他就是说送桥麦面 就是希望你能够 单手 单手就可以操作 然后你知道他在Discovery也列为 十大名机中的第一名 原因也是因为像刚刚一样 都超不坏 而且他的引擎机有漏完 加回锅油进去 他照样可以发动 太夸张 然后载了200公斤 是他的四倍重的这个车重的重量 也压不垮他 所以就这几台车可以说是 超不坏的经典代表 原来超不坏也可以变成是经典 那不过我们今天彭宁来的 这一款不救的504 它也是超不坏的代表之一 我们要请艾大带大家来看看 这款车真的很漂亮 刚才其实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绕着它看 不只它的车色非常特别之外 是 1982年 没错 这台车已经快20年了 1982年出厂的 就交给林爸爸开 林爸爸开了之后 就交给林先生开 所以林先生在念大学的时候 18岁刚考到驾照 就是开这一台车 在上下学通勤 那后来也就老了 对 30几年的车 你说它不会坏 是的 它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维修 没错 所以最后大家都买了新车 这台车就放在仓库里面 那当然是因为前几年 林爷爷过世之后 他们在整理遗物 发现了一张照片 就是这台车 当年林爷爷买回来的时候 带着孙子出游的照片 那个好有感觉 是 而且这台车为什么当年会买 就是因为林爷爷买了这台车 希望能够带着小孙子 假日一起去旅游 原来是这样 所以让这个林先生觉得说 我怀念我爷爷 而且这是从陪伴我大学时期的 一个交通工具 我爷爷开过 我父亲开过 现在轮我开 我把它重新的翻修复原 其实我对这一台车 非常有感觉 因为为什么 大家知道我也经营 这个汽车维修厂 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所以其实在15年前 我曾经翻修过一部这一台 这个504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青苹果绿 真的哦 那我很惊讶 就是其实刚刚讲说 开不坏对不对 是 这台车在机械结构上面 基本上真的开不坏 例如说 它的空气滤清器 它的空气力是金属钢丝网所做成的 然后涂上什么 涂上机油 用机油去吸附这些 肮脏的东西 空气中的这些粉尘灰尘 所以它基本上永远不需要更换 只要定期清洗就好 好很简单 把那个脏油洗掉 换上新的油 空气滤清器就可以永久使用 其实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 我们现在改的所谓高流量滤芯 也是号称不用更换的 但是它要定期清洗上油 其实它的理念就是从这边而来的 那当然这台车的翻修 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现在零件不好找 你知道这台车现在如果要翻修零件 要去哪里找 非洲 埃及 奈及利亚 真的假的 这些地方才能够找到零件 那其实翻修零台车真的是相当性 我们看到现在它的车身外观 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很完善 它经过了完善的一个车身的 rebuild的工程 板金烤漆 可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像我们在看这台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觉 你看它的这个 前挡的这个玻璃的胶条 在老车的部分 尤其这种胶条 本来就会有比较大的问题 胶条很会有硬化的问题 这台车的胶条还算不错 而且你在板金烤漆 整理的过程中 一定要把这个玻璃给拆下来 才能够完整的 把这个边边处理的妥当 甚至是生锈的地方 能够修理妥当 但是我们讲得轻松 说要拆这个玻璃 就叫玻璃行来拆就好了 办不到 因为现在玻璃行 很多年轻师傅 根本不会拆这种 所谓的这种玻璃 他有可能会把这个弄坏 对 我们现在如果 大家观众朋友们应该知道 如果你有去玻璃行 换玻璃 它会是怎样 就是拿一个钢锁 把这个玻璃给切下来 因为它里面打的是PU胶 现在这个胶条玻璃 是用粘的方式 粘在这个车身上面 但是这种车其实不是 这种车跟发财车一样 它是用那个 两个胶条中间的勾缝 卡在板件的缝隙里面 所以它没有打PU胶 所以不会拆的年轻师傅 一拆第一个玻璃破了 第二个即便你有把握 不会把玻璃拆破 它也不愿意拆 因为为什么外面有这个 所谓的豪华型的镀 电镀的这个外框 对 这个外框一拆可能就坏掉 对 有可能凹槽 就变形了 就凹槽 那很多师傅不愿意拆 因为他拆坏他要陪你 对啊 所以在翻修的过程之中 对 在翻修的过程中 其实是相当的辛苦 那再来就是说 除了车身板件跟烤漆之外 这都是可被复原的 最麻烦的还是这些电镀件 包含你看它的窗框 这些窗框全部都是电镀件 这个电镀件是比较不容易袖式 其实早年并没有这么样的防袖 做得非常好 所以电镀件很多都会氧化 它就必须要去非洲 埃及兆 对 所以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我记得当年我们在整理这台 整理不是这台车 就是一样的504的时候 那个不是说脚一踏 驾驶座底板就破了吗 锈实了 那一般你去材料厂叫一个钢板 号称3mm的钢板 我们不用那种材料 我们去杀肉厂杀原厂车的引擎盖 因为面积够大 然后把外皮内骨分割之后 拿外皮来打造这个脚踏底板 第一个它的板件的厚度够 也比较厚 第二个原厂出来生产性 新世代车上那个镀星钢板的防袖能力会比较 好了 接着下来呢 我打开车门让冠仪看一下 你看看它的内装 我可以坐进去吗 可以 请坐请坐 真的 对对对对 你看到内装之后你会发觉 这台车内装真的是全部整个经过翻新 爱到我第一次坐到像沙发一样的椅子 是 这太软了吧 它里面有弹簧的 对不对 你看 是 对 所以你看38年前的车它一样有安全的 但是它并不具备有自动 缩回去的功能 所以就是一条在这个地方这样子 然后它有设计一个勾槽可以让你挂起来 对 好啦 接下来冠仪我要给你考试的 嗯 我问你这个车要怎么发动 这个车啊 要找一下 诶 有趣了吧 怎么在怎么在 它发动的这个开关在左边跟保时捷一样 对 在方向基柱的左侧 对 这里 OK 好啦 我先把钥匙拔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这个钥匙冠仪你看很有趣哦 它只有单边有勾槽有没有 嗯 所以你不对方向是钥匙还插不进去 所以它没方呆啊 这跟我们一般家里面的喇叭锁一样 你只有一个面是可以插进去的 非常的有趣哦 来 我把这次发动给这个冠仪看哦 好 你看看它是不是以触即发 有有有 接下来冠仪我要给你考试了哦 好 你要考 按按喇叭 喇叭呀 嗯 这个没有不是 这个老发的设计非常有趣哦 这个 这个喇叭我刚刚按这里没有 然后我只是这样随便拨一拨 对 在右边 右边这根拨杆往你的方向拉是喇叭 对 那方向灯怎么开 一般我们方向灯是不是在左手边 结果它在右手边有没有 对 有点错乱 对 它跟喇叭同一个 对 你如果不习惯的话你会错乱 好啦 那左边这根拨杆 让你猜猜左边这根拨杆是什么 左边 雨霞吗 怪你 真的蛮聪明的 那你试试看 诶 这大灯 诶 等一下 有趣了吧 这到底是什么 是 其实我跟你讲 这根拨杆呢 你用旋转的话它是开启雨刷 哦 旋转 旋转 然后你往内拉是开启小灯 再往下班是开启大灯 哦 非常特别的一个开启方式 有点复杂 对 这个就是法国人的浪漫 对 那你也闻到有一股汽油味对不对 有 其实因为老车呢 我们知道它油箱在这个后方的部分 它因为这个汽油棒的这个密封性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会有一些些的汽油味在这个车室里面蔓延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偶尔开开 是 所以它当这样的一个车子去做一个这个收藏之后呢 它就能够拥有一个这个历史的回忆跟包含了它对于它自己人生的一个这个想法 来我们来往后看一下这台车子的行李箱 哇 这个行李箱好特别哦 它的设计是往后下垂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对对对 哦 没错 那开个行李箱盖吧 好 来 你又要搞我了 对 哎呦 哎 这个可以 冠仪你真的是蛮厉害的 往这边这样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开关 但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样子的 对 没错没错 那这个行李箱我们要怎么介绍它呢 哎 冠仪你看这个行李箱的开口非常的大 后行李箱的底板也相当的平整 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皮卡后面 就是加了一节尾箱那个感觉 用现代式的介绍车的方式来看待这台车 你会觉得这台车其实设计的还蛮不错的 对不对 很有趣的 嗯 你放东西你就变成要这样子帮你去 是 没错没错没错 好了 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来 冠仪跟着我到前面来 我们把引擎盖打开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呃 引擎室里面说这个空气滤清器的部分 来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说它跟现在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它跟现在很多设计是不一样的 来 引擎室的这具引擎 非常的耐用 好迷你 是 很迷你 怪你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我是觉得它的空位蛮多的 是 当然这边空位 我告诉你 你会发觉很奇怪 我们刚刚打开心理箱什么都没看到 对不对 有一个非常平整的行李箱底板 对不对 因为它的备胎是外挂是挂在行李箱底板下方 里面这一个螺丝 那工具在哪里 你不要说在引擎室 是 千金顶在这个地方 拆轮胎的扳手在这个 就放在引擎室里面 所以早期老车的设计逻辑的思考的方向 其实是比较跟大家不太一样 真的 法国人设计很奇怪 包含这个 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弹簧有没有 我们现在的车辆要固定引擎盖去做调整 让引擎盖盖起来的时候 不会这样扣扣扣扣扣 它是利用一个橡皮 对不对 一个橡皮来去顶到这个所谓的水箱架 那当年你看它是用一个弹簧 它是用一个弹簧来去做固定引擎盖的功能 所以很好玩 一台老车可以带给你非常多不同的想法 你可以去在翻修的过程之中 找到这个其中的一个乐趣 对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在棚内看到 它是安安静静地停在棚内 想必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说 如果它实际开上路 已经快要40岁的这一款不旧的504 乃哥说他第一个报名 他想要把它开出去 我们就跟着乃哥一起去兜风吧 今天非常开心我能够开到这一台车 你知道在1968年的时候 这台504刚出来 它是宾利法利纳设计的外表 所以它是一台绝美的车身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在1969年 还得到欧洲风云车的这个美誉 所以这台车的车主呢 Kenny 来到现场 哈啰 乃哥 嗨Kenny 你是这台武林社车主 这台车是从1968年推出问世 对你来说这台车应该很陌生啊 你怎么会选这台车来开呢 这里就错了乃哥 这台车是我爷爷的车 所以你是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 对 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 所以这台车的故事应该从你爷爷开始 对 爷爷开始说起 那在四年前的时候 我爷爷因为过世了以后 然后我翻了他的以前的旧照 那这台车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决定翻新它这样子 所以你翻到那张照片的时候 发现这台车孤零零的躺在车库里 是 没错 那时候状况好吗 那时候状况喔 其实是堪用的 只是很多东西耗材部分 可能需要再进行调整 真的 我们还是请Kenny 帮我们打开引擎盖 棚内已经有看过了 但是呢 我发现刚刚在棚内少讲一个东西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叫接地线 为什么会有接地线呢 难道它是电子避震器 在1968年就有了吗 说不定喔 说不定 没有啊 开玩笑 其实在法国车有一个比较特殊 他们因为路上会下巡 所以有时候会喷一些矿物盐 在路上面 会产生很多的静电 所以这时候呢 尤其前轮在滚动的时候 它都透过这个避震器上卡 做一个静电消除 不然的话车主一上车 就会叽叽叫 检查完 我们就上路 Kenny 我们刚刚做完了上路前的行车检查 对不对 现在夏天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冷气应该是外挂的对不对 没错 这个是 冷度很不错 因为早期在买车的时候 那是选购的 这个是选购的 对 其实在这个没有动力方向盘的辅助之下 其实它转起来还算轻易 它的这个阿古兽把很大 对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仪表白写到 它的速度可以到200 当然是不可能 当时我记得没错的话 它的这个原厂的速线大概 最快应该也到160左右 对 因为我有测试实地测试过 在高速公路 可以啦 可以 可以 就是说它的速度是很OK的 可以上得去 其实开老车最怕的就是顾路对不对 你有没有顾路的经验 有 真的 这个是老车 开老车一定会通常 通常车主应该都会稍微 顾倒一下路这样子 所以你顾路上次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油门线断掉 油门线断掉 那是没救 一定要找拖车来就对不对 没有 那就靠离合器 慢慢地从旁边边边这样子 打故障的灯一路开 其实这台车是没有转速表对不对 对 没有转速表 我们在右边看到的这个 是一个很漂亮的时钟 而且这时钟还会动 这个时钟你有修过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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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过 对嘛 所以所有的东西 几乎你都要修 是 而且它的时速表非常地可爱 它随时会告诉你 互差20公斤 还在努力中 还在努力中 那所以这一个是没有作用的 这是暖气的 没有似乎 但是应该是可以使用的 暖气的出风口 如果你要调整的话可以这样子 或者这样子它就直接吹挡风玻璃 对不对 你那时候有去研究它 它的挡风玻璃是 应该这一个应该是时音玻璃吧 这原朝到现在 其实没有特别去研究的部分 这边有Logo 真的耶 像这种以前这种老车 应该是时音玻璃 还不是交合玻璃的时候 它一裂就会这样 啪 整天 整个垂下来 对 而且你想找 应该都不好找 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一桩 最重要的地方是 它的颜色很特殊 这个是原厂的颜色吗 原厂颜色 完全复刻 你吃虫喷的吧 对 对 我记得它这一个 还有一个灯号是 故障灯 这是手达车 然后这个是故障灯 这是没有油的时候它会亮 机油还是汽油 机油 你有没有爬过山 有 有 有 合幻山 合幻山 对 你真的很有种 好 我们现在要爬坡了 爬坡对它来说会不会比较行 应该是不会啦 不会啊 小坡了 一百匹 当初也是 好歹也是豪华房车 像乃哥现在看到的这个后视镜 这是加装的 这原本没有后视镜的 对啊 所以你刚才看的那个角度 都有一点偏 对 它只有左边还是 只有左边 只有左边没有右边 没错 你知道 这一个是以前车的设计 是怎么说你知道吗 它要看右边的时候 它要你回头 对 是要你回头看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车在设计上的时候 右边没有后视镜 这是在欧洲车常常会有这样的设计 尤其老车 但是后来他们知道他们错了 所以后面的车他们都把右边的后视镜 真是好有趣的车 今天谢谢K你 可能在网路上你买得到 你可能线上刷抗 可是你要运得回来 这个风险的承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有可能会记丢 或者是来的时候是不对的 这边有一道其实算蛮严重的败饼 没想到这台不救的504啊 其实一点一滴的车主就是用他的爱 好好地帮他老车再修复起来 对 上路一样是很勇敢啊 对不对 这个比我们整理这么多车 其实整理日本车已经够辛苦了 整理这个法西车 我真的是下巴差点没掉下 因为这部车才完整度起高 因为其实在台湾的零件真的是不好取得 不好找 所以刚才爱让人讲 去非洲 去埃及 什么耐吉利 所以买得到东西是很简单的 你要想办法弄回来 这才是要厉害 因为在台湾不见得那些老塞会出力 对 而且你从国外取得 那些可能在网路上你买得到 你可能线上刷卡 可是你要运得回来 这个风险的承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有可能会记丢 或者是来的时候是不对的 像我们有时候常常也是从国外买零件 其实只有关键这些型号是对的 可是实际上回来 因为它有前期后期 改款没改款 然后各地的生产的规格不一样 所以买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们这个车主林先生算是蛮幸运的 起码他真的在修复的一点一滴的过程当中 他都用对了料件 但是我们要请乔坦帮大家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有一台老车 我想要把它翻新的话 其实步骤上面 你会比较建议从哪边开始作手 其实所有的翻新老车 其实我最重要是车体的结构 是不是完整 你说安全性 对 安全性 比如说底盘 遗震器 刹车系统 方向机结构 对 那这些安全性的情况下 就是你要上路才知道 对 你要行驶一段时间 才知道这些有什么东西 有步骤 哪些要先做的 或是带料的 不太能够上路的 那安全做好之后 我们再来做所谓的电器 什么叫电器 就是刚刚我们所有看到的大灯 雨刷 喇叭 还有一些那个线组 对 音响 因为你的前面的过程中 你不晓得前面的人怎么装 那肯定有加装一些什么 中低音 四门遥控 中控锁 尤其是那时候都没有 另外加装有可能造成 这些线组的负荷 对 造成你线路上的负荷 那这些东西有可能都 是藏在你的装控台里面 或是地盘下面 你不会去 当然 对 所以你在 安全做好之后来 车内的安全也很重要 要不然人家就觉得 你开个老车 你车上要带是灭火器 每个人现在要匹配 好危险 可是你电器类的灭火器 其实没有办法 马上 你的油气类是有办法马上灭 你电器类是整个 是整条车的毁路 所以你没办法说 立即的灭火 对 所以电器类也很重要 那电器类都妥善运用完之后 好 我们再来就是所谓的 板金烤漆 你对于这一款不救的504 你给它打几分 以它现在老车翻新的状况 它几乎是95分 对 因为它所有的 它有冷气 它的点火也正常 它没有冒黑烟 其实这基本上 对一个有年纪的车 已经算很厉害 那为什么会扣那5分呢 其实这些都不关车主的事情 对 这是后续施工过程中 造成我会扣这个5分 在哪里 带着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今天这个胶条类 对 这个白铁条 它可能在施工过程中 它必须拆写 没错 它可能 有可能里面已经修掉 拆不下 它曾经有撬过 有 你看 这个有点凹凸了 对 这边就有点波浪状了 对 那这个东西可能也真的不好找 那我们有就 就因为岁月很急 这个无可厚非 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分数 是扣在这个 水切下面的这个板金的部分 这个烤漆的部分 为什么 它大面积是光滑的 这个是后来修散的 对 这个胶条 水切当初有拿起来烤之后 这边反而漆面的精油没有 没有 没有喷得很均匀 有很严重的 我们所谓一件叫橘子皮 鸡皮疙瘩 对 鸡皮疙瘩 摸起来是粗糙的 有耶 这个是其实你在后续 可以再做修散 可是它没有 它没有做修散 所以其实这是烤漆师傅的问题 对 这可能是 如果车主自己会做的话 它根本就不会用到这样的 对 车主可能也不会注意到 因为这是比较细腻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水切的 它已经有点缩掉了 这个是 对 说这个焦调 对 这个焦调 因为可能也买不到 那时间久了 其实塑胶件都会硬化 会溃缩 另外一边更夸张 它缩的可能 可能比较多 那边可能有常常晒到太阳之外 其实晒到可能它会缩得更多 了解 有可能林先生 把车子是挺内面 对 所以这个 可能你在行驶过程中 就会所谓的风切声 会造成会晕 这个风切声会变比较大 会比较大 对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我们刚才看前后门 其实四个门的状况都很可惜 就是这个水切的下源 全部都是除灶面 没错 还有一个扣的分数比较大了 这是我们玩老车 比较不希望的事情发生 就是这边有一道 其实算蛮严重的败笔 这是所谓精油的流鼻涕 这个就是流鼻涕 对 有有有 它是喷太多然后流下来 对 流下来 它喷在这个胶面的时候它流下来 对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处理得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吹毛 你比较龟毛 对 因为我都已经拆成这个样子 我要施作的时候我都花了钱 我会比较注意细节 对 我们一般人看已经觉得 它烤漆做得不错了 很美啊 很漂亮对不对 对对对对 油箱盖都喷了 哦 连油箱盖都喷了耶 对 都喷了一个颜色 螺丝都喷了 我觉得这个还OK 赞哦 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它的油箱盖 只有喷到这个面 你看到的这个面 我懂了 这里没有喷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如果这真的比较细腻的师傅 他是会把这个拿 既然都要喷 对对 然后这里要遮蔽起来 对 这个面很漂亮 可是旁边很可惜 就少了一点点的不完美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个人 个人觉得有点可惜 所以我给了95分 就是后续他 交车前 板金师傅的 收手没有收好 对 以小坦你专业 锐地的眼光来说的话 已经看到这台车 虽然说他烤气的部分 花了蛮多的功夫 但还是有很多细节来 对还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可是小坦 你来评估一下 身旁的这一款 Solio 他以前真的长得丑丑的 然后烂烂的 可是他刚开始 你先从那个安全的部分 开始着手 安全水箱 然后可以正常使用之后 爱大台帮他整个 很完整的 所谓的 Stating Crew 就是我们把它洗香香 现在亮丽如新了耶 我看到灯两部一起比的时候 一个绿色非常的显眼 是 它是非常的 像个黑宝石一样 为什么 它纯黑吗 它是纯黑色 我们所谓的 我们烤气纯黑色是最难烤的 为什么 黑色它会很大面积 直接反射你的物体 包括今天的灯光 我们人的 人站在旁边的线条 利不利落 你如果 你会有这样子 对 如果所谓的那种 橘子皮 就会很明显的 线条灯光 其实是会有点萌萌的 对对对对 对 然后黑色 它又是素色 是最难烤又是大面积 反而里面有金属成分的黑 会比较好烤 有银粉的 它会可以修补掉一些光影 懂了 但你如果素黑色 纯黑色的是最难修 而且尤其是在打蜡洗射的时候 你很容易造成所谓炫光刮痕 对对 所以这是很难在座后续再修补 所以这台手里 它现在目前板筋跟烤气的状况 你觉得反而比 烤气的 烤气的十足 这个可能性率 比这个来得高 而且它一样有窗户的 水切一样有拆 可是它水切 你看它这个水切 这里就没有像 没有那个橘子皮 对橘子皮 对耶 这里都是光滑的 而且黑色是 就是你金油层上的厚度 其实很重要 对 你越厚反而会造成 所谓橘子皮的会越严重 对 这真的是所谓的内行人看门道咯 那当然其实这台车的车主 就是艾大 我们请艾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小坦谢谢 艾大你这台车终于进入到最后一个准修的阶段了吗 是 其实就像小坦刚刚讲的 一台车我们要不要去翻修它 首先先评估它的体质健不健康 没错 那有在关注我们节目 或者是长期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一定知道 Sodio它有几个通病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一派 就是挡火墙的部分会生锈 那这台车是完全没有生锈 因为它是一个 车库车 车库车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骨架 而且没有经过任何的碰撞 但是小坑小疤那个是在所难免 毕竟十来年都没有好好地照顾它 刮痕各方面都有 所以当年看 当时看起来是泼泼烂烂 所以我们经过了一个几个步骤 第一个 它的引擎有亮故障灯 所以我们先做了故障排除 是它的含氧感知器的一个损坏 然后雨刷的这个马达 不是那个橡皮 那天 自己动手 买了摩托车防烫盖的橡皮 15块钱把它装上去就修好了 那再来呢更换了火星台 还有板金哦 你自己好像用 DIY板金一下试试看 但是觉得虽然可以板了一下 但是整体的烤漆的漆面 还是很糟糕的 后来经历了整个底盘煞车的一个 安全性的考量 煞车的更换 悬吊的更换 后来送到小塔那边 做了整个水箱水道系统的一个更新 把所有的水管铁水管 跟水箱精 机油保养各方面更新 编书香油 全部做了更换之后 我又开了一阵子 所以其实距离我们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对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又开了一阵子 最后才下定决心 花最大笔的预算 在车身的板金烤漆上面 那当然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 我们已经整台板金烤漆 完之后的成果了 包含原本破烂烂的 破掉的前保感 后保感 都全部更新了原厂的一个材料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把这一台车子 从进场 翻新的过程 对 拆装 板金烤漆 完成到现场 现在是看到这个车的样子 这个过程我们全部 15-10 忠实地记录下来 也是首次在电视上面 呈现给大家看 一台车全车板金烤漆的过程 所以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到底这台Solio如何的亮丽如新 而且它到底做了哪一些翻修 甚至于做了哪一些英美呢 我们一起到外景看看吧 那车身有貌的地方 就是要板金嘛 对 这个嘛 这个土要全部泡掉 像这个啊 这个之前都有碰撞过 底座到之后 我们会把它拆下来之后 板金的部分要整理 我是怕它会露锁 今天呢我开车我的Solio 来到这条小路上 其实是呢 要开Solio来做一个这个板金烤漆 那么这是朋友介绍的一间 算是好像很厉害的一个板盆中心 全新汽车到了 又转开进去 这里路真的有够小条的 我们现在来进来 原来里面 竟然还有拖光光的老B&W耶 车子还蛮多的 我们现在来找一下这个 很有介绍的陈厂长 OK 哈啰 陈厂长 我找陈厂长 什么事 你好 我朋友介绍的我 这台Solio想要做外观的一个 这个整理板金跟烤漆啦 你打算怎么整呢 陈厂长 因为我这台车时间有点久 18年了啦 但是它全车都是元期 可是你看那个 就算没有凹的地方呢 它也都整个都刮花了 那其他蛮多地方凹 那像前保桿后保桿也都坏掉了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呢是 全车整理 那全车的外表都板金烤漆 那希望它能够还可以维持一段日子啦 那还有像保桿我觉得就是直接换掉了 所以就可能请陈厂长帮我看一下 就是我们稍微评估一下 我们这车到底有哪一些地方 大概需要做板金烤漆 那车身有貓的地方就是要板金嘛 对对对 这个嘛 这个土要全部泡掉 对 全部泡到底 重来 泡到箭底 对 重来一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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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啊 这个之前都有碰碰 都碰撞过 这个要重整 好 OK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另外想请教陈厂长长 因为我这一台车那个车顶天线的座子 那个部分也有变形啦 有没有这个底座整个猫掉 这个底座到时候 我们会把它拆下来之后 板金的部分要整平 我是怕它会漏水 不会不会漏水啦 那除了板金之外 更换的零件 大致上我觉得我应该都没问题啦 陈厂长我刚进来的时候发觉 你那门口有一块 好像叶子板是不是 一层一层一层 那就是我们施工的过程 真的吗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 所以这个就是铁皮的底色了 对 那这边就是原本的有烤漆 旧漆的 就像我们车身刚才看到 车有猫的地方 我们整平就是建铁板嘛 整平的 这是整平的状态 整平的状态 然后整平状态 我们要施工 烤漆要施工的第一道程序 就是要抛鱼壮鞭 就这个部分 对 因为要让它密合度比较好 全部抛完之后 就是还仰底漆 它可以防腐 防腐然后附着力很强 基本上喷上这一道上去之后 以后要 有没有摆过要生锈的机率是 只有等于零 没有用还仰底漆直接补土的话 就很可能 像我记得我以前有那个车子 送去烤漆 结果烤没多久 半年之后就碰一个圆圆的 像水豹这样子 因为我们摆过之后 有些猫系孔的时候 对 有猫系孔里面就有 空气就有水分 只有日赛雨淋之后 它会 蒸发会跑出 会冲出来 就会生锈 那这一层的部分呢 这一层就是 就是杜芯补土 杜芯补土 它比一般的塑胶土还硬 韧性也比较够 然后我们这一层做完 整瓶角度都做好之后 我们在一般外面很少做这一层 这一层叫做什么 噴补土整瓶 噴补土 也是补土的一种 譬如说我们杜芯补土 我们整瓶完之后 它会有毛系孔枕孔沙子痕 像这一种 这一种是毛系孔 毛系孔沙子痕 这一道喷上去之后 它可以填毛系孔给沙子痕 像这个是有磨过的吗 还没磨 喷上去就这么平整 对对对 整瓶之后 磨过之后 再上真的二度底漆 隔离漆 这个叫 这个是喷补土 这个是二度底漆 隔离漆 颜色差不多 但是不一样隔离漆的部分 所以这个算是底漆的一种嘛 隔离漆就已经算是底漆的一种 每个品牌的颜色不一样 做完这一道也是一样在磨好 在磨好之后 然后全车处理干净之后 然后进烤气房 然后整台贴一贴上漆 很精油 所以这个就是底漆 这个算是面漆 有颜色部分的面漆 那这个就是精油层 那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 所谓的一次做法 二次做法是什么样的差距 一般一次做法 二次做法 素色的本身它是 它漆里面的含素质加硬化剂 是 那就一次做法 然后像我们在做 我们都是调二次的 那二次做法呢 就是它素质没有 精油素质没有加在漆里面 是 就像这种 另外再上所谓的清漆透明漆 就是精油的部分 所以说一般正常来讲 也有客人说 精油帮我喷厚一点 喷厚一点会比较亮 其实错误的 精油是要喷均匀就好 喷均匀 然后亮度才会出 那像我这一台啊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它毕竟是一台代步车 就平常我在家买臭豆腐 买面线用的 我不希望花太多的钱 然后呢也不想要说 它又像那种台北桥那一种做法 一下喷一台车 八千一万那种计程车烤性 然后可是三个月就坏掉了 所以希望陈老板这边就是 帮我斟酌一下 评估一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材料 然后把这个车子弄好 OK啊 没问题 基本上我们就是依这种工法 下去施作的话 跟你保证两三年以上 就是这个车子气 不会出任何问题 OK啊 那我就把车子交给称厂长长 OK啊 OK OK 那趁陈老板在这个 准备要开始 请师傅动工的同时 我们也带观众朋友们来参观一下 一个板喷中心 它大概大体上 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设施 以及设备 红色的那个叫做高温压五层四 也就是烤漆炉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因为如果说一台车子撞车的话 需要做这个板筋 其实蛮单纯的 但是校正的部分呢 可能就需要我们现在看到地上的这个 叫做八卦台 那你可以发觉呢 这个地上有非常多的沟槽 那这个沟槽去固定一些板筋校正的一些 机具 制具跟夹具 那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一个面啊 这个面就是一般的这个板筋的部分 原来这个就是老板刚刚讲到的 板筋的部分要先把所有的漆都先打掉 要把所有的漆都打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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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用的是这个点焊机去拉 拉这个板筋 那它另外这边是接地的部分 把这个板筋整个给它校正完成 那校正完了之后才会进行像 刚刚这个陈厂长说的 要做一些镀星底漆 什么还阳底漆之类的程序 那现在看到这一具呢 就是烤漆炉 那烤漆炉你看它其实有一个 蛮大的一个平台 低底盘的车辆呢 可以开上这个烤漆炉 厂长刚好要来开灯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厂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烤漆炉的部分吗 像它为什么下面这边是要是 这种所谓的铁网洞洞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 看起来很像过滤棉的设施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一般烤漆炉 它的特质造就是 它要高压 上面压下来 然后下面往下抽 这样时候分层才不会往上 往上干净 干净 不会有那种所谓的脏东西附着在烤漆 因为它是往上压下来的 是是是 往上压下来 然后下面是排出去的 气从上面打下来 所以它透过一些过滤系统 然后下面的部分就是抽风排风的部分 那顺带连脏东西整个会外排出去 了解 这个烤漆炉看起来很干净耶 我以前去看过那个烤漆炉里面是彩色的 可以接近迷彩那样的概念 好 所以基本上呢 一间好的板烤中心 它必须要有板筋跟烤漆的一些设备 但是设备这个部分实在是太专业了 所以我们只能大略的来看一下 那现在这个地方老的BMW 竟然整台拖光光 连底盘轮子都没有 我看这间工厂还蛮厉害 它竟然还有那个字具 可以把这整台车子呢 顶起来 来去做板筋烤漆的动作 那像这样子一个所谓老车翻修 以及复原的一个状况呢 整台车拖的光光清清干干净净的 它的烤起来的这个状况会是最好的一个情形 你们现在给大家看 在这个连接的这个人 已经提到来 估计它里面 这下一个人 在我那边 deflect快一点 一点 所以 非常大 現在這種狀況啊 就是我們當初有受損的部位 然後整平了 整平之後 然後拋雨狀邊 這個都要拋成雨狀邊 噴上去以後 密合度才會密合 我們現在就是把一些 等一下噴上環氧底漆 旁邊不該噴到 我們要等一下用紙 把它旁邊要稍微遮蔽起來 好 現在我們該遮蔽的部分 都遮好了 然後等一下會擦個清潔劑 擦刺劑把金屬表面擦乾淨 然後我們就要噴環氧底漆了 然後我們這個環氧底漆 它不需要噴太厚 它只要均勻地把它遮蔽過去 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一個洞一個洞的 我們反經有貓的有撞過 然後整平反經有電炭拉的 都有一個洞一個洞 我們要補之前 一定要把這個針孔裡面的縫 要把它填滿 盡量不要讓裡面有縫隙有空氣 裡面有空氣就會有水分 日曬雨淋之後 熱脹冷縮它一定會膨脹 就會生鏽 所以我們要補吐之前 一定要儘量… 儘量能塞就把裡面的縫隙填滿 像之前有貓的 用手直接補的話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平 我們第一次的話 用鋁子先壓過一次 把那個平度先拉出來 壓過去之後 有貓的地方大致上已經有… 整平度已經有點出來了 等一下我們再補一次之後 然後再研磨、再磨平 再把角度磨出來 然後我們現在大致上 研磨機已經大概整平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還要用手板 再修角度,然後再磨平 然後我們要把舊氣的部分 全部要拋過 然後我們再噴骨土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把救氣的部分 然後我們再噴骨土 然後我們再噴骨土 我們好… 你看,神經病… 神經病… 我們之前有種貓的 有凹下去了,整平之後 看角度是不是都有出來 有整平 然後等它完全乾燥之後 磨過…磨過之後 我們再上一道二肚底氣 就可以上漆了 我們噴這套杜星補土整瓶完之後 像毛細孔和沙子痕可以填平 然後它有一個功能 就可以稍微微整瓶 像我們車頂拋枕這樣子 就是它的精油層 車子久了,在外面日曬雨淋之後 然後精油層都有腐蝕 所以精油層要全部拋掉 拋掉,然後我們再上一道 二度底氣也俗稱是隔離器 這樣它可以做防鏽 讓它重新做隔離 大致上我們就是不該噴到的都貼好了 等一下全車… 我們用清潔劑全車都擦乾淨之後 就可以噴二度底氣了 二度底氣完成 等它乾燥之後抹一抹就可以 上面漆精油了 如果我們夢想 黑起來 玩幾百石標看不出來的接駁 接駁會比較平碎 很自然 所以我會讓大家來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